我跟他还没结婚的时候,他给我承诺的特别好,但是现在什么承诺都兑现不了,我觉得他都是骗我的。 跟他在一起之后,我觉得我已经尽可能包容他,为他考虑,可是他一点都不理解我,还越来越不假道理。 我生了孩子以后,他还是过着以前那样的生活,他应该多为家里考虑考虑,再多做一些事。 他现在就是家里的老大,我什么事情都要顺着他来,连话都不能多说两句,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让我们有请对对夫妻,有请。 张先生,38岁,来自吉林销售,有请张先生。 吕女士,27岁,来自山东,售后服务,有请吕女士,有请。 欢迎两位,您是再婚,是吧? 是的。 您呢? 我是第一次。 上一段婚姻里有孩子吗? 有一个孩子,女孩。 跟谁啊? 跟着他妈妈。 你们俩结婚,现在也有一个宝宝了,对吧? 对。 男孩女孩。 女孩。 也是个女孩。 对。 岁数不大,对吧? 五个月。 这不孩子还这么小吗? 怎么就冲突有矛盾了呢? 来,说说吧。 因为我比他大嘛,然后我生活中我也处处地让着他,尽量地去包容他,多爱护他也忍让一点嘛。 自从结婚到今年孩子也出生了,我们本来是很好,一家三口。 最近就是感觉生活是越来越受折磨,特别累。 来,说说怎么累吧? 自从小孩子出生以来,我妈替我们照看孩子,她就跟我说,你妈在这儿我不方便。 主持人,当初吧,我俩结婚之前,跟她说过,我说我是坚决反对跟父母在一块儿的。 当时她也同意了,现在吧,又把她妈给叫来了。 我妈来不是为了带孩子吗? 你一会儿说她嫌她衣服洗不干净,一会儿说这个菜也没洗干净。 那天我妈抱着孩子,她跟我说,她说我妈神神有味儿。 我就特别不理解,妈神神有啥味儿。 不是,当初吧,生孩子之前,她说那个,到时候你生完孩子之后,我给你请个保姆。 现在保姆也没请了,又把她妈给找来了。 不是,她是给你请了个保姆。 她请了个不要钱的,还好指挥的。 那天跟我说啥,她说咱们安个监控吧。 我说为啥安监控? 她说我实在是不放心你妈。 而且还说把监控就安在客厅,让我妈抱着孩子就在这一个区域内活动。 我说你这,我咋跟我妈说呀? 到最后我没说,她跟我妈就说的。 你是个孝顺孩子吗? 我肯定是孝顺孩子。 七十多岁老母亲带一孩子累吗? 累啊。 伺候你们累吗? 累啊,不容易。 那你怎么还让她伺候呢? 我妈也爱带孩子,她也喜欢这孩子。 她就自己想多带带这个孩子。 所以就让我妈来了。 行吧,当时这么着吧? 我当时吧,我是坚决反对的。 咱这事翻篇吧,我已经听不下去了,知道吗? 因为我觉得吧,我就不想跟老人住一块。 就老人吧,就很多生活方式就不一样。 她也是照顾孩子,她也不容易,你怎么能那么说她? 你就说你妈把那隔夜饭菜老往冰箱里放。 好几天的隔夜饭菜了,现在还在冰箱里面。 为什么老有隔夜饭菜啊? 她就是不舍得吃,不舍得扔。 为什么老有隔夜饭菜啊? 她不舍得扔,老往冰箱里放。 你不能扔啊? 我扔了,我扔了吧,老人吧,他就,他就老说,说这说那,然后他就拿回来,又放冰箱里面了。 你要扔的垃圾桶里,他怎么拿回来,你告诉我。 反正老人。 你们家吃完饭之后谁洗碗? 肯定不是你。 谁收拾桌子,肯定不是你。 是,我没洗。 肯定是啊,你洗,你马上就给它收拾掉了。 这太不通人情了吧,你们俩。 但是这一点我也跟老人说了,但是他一直往冰箱放。 那你婆婆,你跟她说什么呀? 我跟她说让她别往冰箱里放了。 我人家给你带孩子,你还不满足,还怎么着啊? 你是不是应该心存感激地说,妈,你真不容易啊? 我是,我是觉得它不容易,但是我是不想跟老人住一块。 你就是嘴里说不容易,你哪觉得它不容易了? 这件事咱别说了,行吗? 你答应人家了? 我之前是说请了个包姆。 那今年这不是咱们收入都受影响? 然后我说这个咱们节省点开支吧。 所以算盘就打在你妈身上了吗? 咱别口口声声地说对自己有利的,有意思吗? 那她结婚之前跟我承诺得特别好,那我才生这个孩子的。 你信哪? 那我当时就相信她了。 她不给你承诺你不生孩子? 这孩子是她的。 因为我觉得我特别小现在,我还没打算生孩子呢。 然后她说给我请个包姆。 没打算生谁让你生啊? 她想要孩子才生的嘛。 活该。 你听她的呀。 行,孩子事咱先翻篇。 第一件事是家庭常有的事。 婆婆含辛如苦,好心好意的带孩子。 没落着好,还落了一身的埋怨。 因为这个夫妻之间产生了冲突,这事我们见多了。 还有什么类的? 她吧,就是跟我承诺特别多,都没有做到。 我觉得我被骗了。 结婚之前的时候,她说咱们结了婚以后买房子, 还买个大房子,让我和宝宝住个大房子。 那现在房子呢,房子还没买了,又把钱借给她朋友了。 那我借给朋友有什么不对,我也跟你商量了。 你商量了是商量,但是我是不同意的呀。 把钱借给你朋友,咱们什么时候买房子? 你让我和宝宝怎么生活呀,让我俩住哪儿,一直住在出租屋里吗? 他会还给咱们,他还给咱们就买房子。 什么时候才还呀? 很快,他用完了,他就会还呢。 很快是什么时候呀? 再说买房子这个事,你都怪我嘛。 当时买房子说一直买,你一直挑,一直说这个不合适,那个不合适, 选来选去。 那不是一直在看吗? 一直就没买成,没买成,刚好朋友要用钱,我就把钱借给他了。 这有什么问题呀? 有问题。 他借钱我不借啊,我还给你傻了。 这个问题挺大的。 这钱原来是用来买房子的,对吗? 是啊。 房子买了吗? 没买。 什么样的朋友啊? 我十几年那一个朋友。 什么样的朋友让你能把家都舍了为他呀? 这事你觉得合适吗? 就急嘛。 就什么急呀? 钱还了吗? 借了几个月了呀? 他很快就会还用。 很快是说多久啊? 您打借条了吗? 万一那朋友卷款跑了呢? 这种事生活里还少了吗? 您这三十八岁了,就这思维能力呀。 所以我就觉得他一直在骗我。 人家说这个朋友借钱,意思一下就叫救急了。 我没听说过哪位把所有自己家里的所有财产全部都借给别人, 说自己不过日子了。 所以我就觉得他骗我的。 他也不是骗你,别老口口声声地说屈。 你们就成年人,咱们把问题说清楚嘛。 等于买房子的钱又被他借走了,是吧? 对。 什么时候还也不知道,对吧? 行,接着往下说。 他说我不喜欢女孩,我一直都很喜欢我们孩子。 他就有重男轻女。 哪有重男轻女啊? 他之前有一个女儿,然后现在看我生了个女孩儿吧。 我刚从产房里出来的时候,我就看他满脸都不高兴,因为我们之前快逛街嘛。 满脸都不高兴。 然后他看见,他看见人家男孩儿,他就特别开心。 哪有满脸的不高兴。 还过去逗逗人家。 我哪有满脸不高兴。 你生完之后,我就忙前忙后的,我照顾你,照顾小宝宝。 人家别人家老公也是照顾老婆,照顾孩子,人家也是很高兴。 没有像你那样,面无表情。 我应该做出什么表情,我才是表情啊? 就是因为我生了个女孩儿,你就不开心。 那都是你想的,你都是一想的,就是无理取闹。 每天都跟我说这些事儿,你根本就是在无理取闹。 生子女儿,你开心吗? 我开心啊。 我没看你笑啊,今天。 我就觉得我天天特别委屈,我就。 每天,你说孩子喂奶,是不是我在喂? 给孩子换妞布,是不是我在换? 给孩子拍格,是不是在工作我来干,你在活? 那你是爸爸,你不应该做吗? 我是应该做,所以你说的都不成立啊,都是你在说。 如果我要是个男孩儿,你肯定特别开心。 不是,我倒问你,那妈妈该做什么呀? 看孩子喂奶呗。 妈妈就只管喂奶。 晚上那时候,我要是有一次起不来,全拿小题的,就踹我,掐我。 然后又说我打葫芦,又说我较大,那我为啥你不知道吗? 那两个月前,当时彼此做了一个小手术,他就问我,他说你要不要照顾啊? 我说不用。 他说他想家了,一年多没回家,我说那就回家吧,看看父母。 你这件事情你还是说啊? 然后他就先回去了,你知道我是做手术啊,我自己,那身边病房里都有家属,都有亲人在身边。 我当时我已经问过他,他说不需要我。 那是因为你说你想家,我心疼你,那晚上这件事你还拿出来说,你有心疼我吗? 他动手术之前,我就问他了,我说那你动手术的时候,那我陪你吧,我照顾你吧。 他说不用,他说你带孩子就行,我刚生完孩子,我觉得我身体还没恢复好呢,我也腰疼,我也腿疼,那我就带着孩子回我爸妈呢,顺便看我爸妈,让我爸妈帮我看看孩子怎么了,你说不需要我的呀。 那是因为我理解你,我也希望你能理解理解我,你别晚上我要稍微起不来,全打脚踢,我要是能喂奶,我根本我都不用你,我惹不起你呀。 你说我要不踢你,不掐你,你能起来吗?那孩子在那哇哇地哭,你在那呼呼地打呼噜,睡大觉。 哪个男的不打呼噜,你问主持人,他打呼噜吗? 我还真不打呼噜,再说我打不打呼噜,跟你有什么关系呀? 你们两位打呼噜都要那个,你们就别过了。 不是说打呼噜不打呼噜,他就不照顾孩子。 还有什么呀,你们往下说。 特别不好伺候,最近不是去上班了吗?找了个工作,每天回来跟我说累呀,我今天走了好多路,我说累呢,我都照顾照顾你吧。 他说我打点洗脚水吧,咱把洗脚水打来了,打来我看那样子,这也不想自己洗的意思啊。 我就给他洗洗脚,洗完了之后,那人家别人家老公也是那样做的。 我都给他带水水配,吃水果,要说不能吃凉的,那咱就吃热的吧。 我把苹果再给蒸熟了,再给端上去,你这你还有啥不满足? 那还不是因为我生完孩子之后,牙不好了吗? 而且我现在给宝宝喂奶,我不能吃凉的,你不知道吗? 那我这不都做了吗?您咋还不满足? 你是做了,那你刚结婚的时候,你也是做了呀。 之前没那么抱怨啊,现在给我做点事情,你就开始抱怨呀。 我这也不是抱怨的,那天说上边有个表格说不会做,问我,那我就给你做了吧。 做了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现在只要有工作做不完了,拿回家直接就丢给我了。 然后我说我教教你吧,我告诉你咋做,跟我急了,我怎么没有学呀,我学了呀。 跟我生气,说这工作我给你做怎么了,你就帮我弄得怎么了,我一天这么这么忙,话一大堆,我也有工作呀,你咋不能理解理解我呀。 我现在我白天要上班,晚上还要回家带孩子,那一个表格啊,就几分钟,你帮我做了怎么了? 就几分钟,你俩不爱学呀,我教你,你俩不学呀。 我怎么没学了呀? 听到这一番,我觉得你们俩是绝配了,就是什么人找什么人,什么人治什么人。 你愿意发自内心的给他洗吗? 不洗不行啊。 所以啊,那你告诉他,我说我不愿意给你洗呀,做人做得多虚伪呀,活该。 你就配娶这样子,我觉得特别对,他治你就治对了,累吧? 累。 我现在不累了,刚才特别累。 姑娘,治得好。 她刚结婚了。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么治这男人有可能就跑了? 那。 刚才你那话问得特别好,哪家的老公不给媳妇洗脚? 给你媳妇洗脚吗? 我上一次洗是多少年前了? 很少。 极特殊的一些情况。 孕期的时候,生完孩子动不了的时候,你需要伺候。 我现在用的是正常情况下,你给你媳妇洗脚吗? 不行啊。 那我们刚才。 你们被洗过吗? 正常情况下。 孕期也没洗过。 对啊。 就是在正常情况下,你们被。 正常情况下都没洗过呀,都自己干呢。 哦,有吗? 我儿子做学校作业,给我洗脚。 那是你儿子。 那是为了教作业。 那是儿子。 对,那是儿子。 你看,你看。 你看张老师这位您回答的多么的那个。 首先那是他儿子,其次是为了做学校的作业。 听清楚了啊,你也听清楚啊。 我插一嘴。 来说,你给你70多岁的母亲洗过脚吗? 好多年前了,说起来也惭愧。 来,咱们接着往下听。 还有啥? 说我每天不顾家,早出晚归。 说我在外面这个又是花田酒地了,又跟胡鹏狗友交际了。 冤枉我,完全冤枉我。 我每天我工作这么晚,我为了啥? 我还不是说为了咱们的生活改变吗? 我没生宝宝之前吧,那你出去。 你应酬也就算了。 那我生完宝宝,宝宝现在才多大呀,你就开始出去应酬。 回来之后还一身酒气味。 现在连看我和孩子一眼都不看了。 是不是我现在身边走行了,还是变成黄脸婆了? 你都不看我了。 咋没看你啊? 我晚上回来给你扒拉起来的,看你,你不害怕呀。 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绝对。 化妆、渲染、无踪生有,那天跟我妈说, 说我在外边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了。 我说你这不无踪生有。 无理取闹。 你说我俩认识吧,都两年多的时间了。 你说他之前朋友圈都是仅三天可见的。 就突然最近俩月,就变成全部可见了。 你说让人可不可疑? 现在好像一般都是从全开放到仅三天可见。 你这是逆流而上,是为什么的? 我还不是说让别人更了解我这个人,他才会买我们公司的产品。 我是在做宣传和做推广,所以我让别人可见。 那你说你,你头发咋回事? 你看他头发,你看了吗? 他头发现在都稚冷起来了。 他以前从来都不注意形象,随便找个理发店就剪头发。 你看现在头发做了。 然后他现在也要逛淘宝了,还是买衣服了。 一处理衣服,现在慢慢都快比我都多了。 还天天起来照镜子。 打扮那么好看,给谁看的呀你? 吴容生也无理取闹。 我改变一下形象有什么问题呀? 我改变一下形象,我有自信了,是不是? 那你以前为什么没觉得你打扮打扮呀? 让客户更能接受我了,有什么问题呀? 我把事业慢慢做起来了,咱家生活条件也改善了。 你就是憋了。 给你的孩子一个好生活,一点问题都没有,问题就出在你这儿。 你跟以前就是不一样了。 你现在就是在无理取闹。 你就是不像以前那么爱我了,你就是变了。 胡搅蛮缠。 你们俩这样确实生活得挺累的。 我相信他们来就不是奔着离婚来的。 那这个问题表面是这样。 背后的问题在哪儿? 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分析,好吗? 一起进入邱比特问卷。 你对气味特别敏感。 他妈妈身上的味道,他身上的酒味, 其实说明什么? 你可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产后抑郁。 你现在的这个焦虑是因为你们的人际关系和家庭关系当中多了更多的东西。 然后以及你重新进入职场的关系, 还有他的职场在发生很多的改变。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原来的小家庭的那种简单关系被打破了。 因为你一下发现了这个产后带给你的是一个蜘蛛网一样的社会关系。 如此纷繁的社会关系当中, 他并没有陪着你进入。 他没有对你的产后进行那种承诺的兑现。 然后同时的话增加了婆母的关系。 同时并没有意识到你的太太可能情绪上出了问题。 还有一个人就是什么呢? 就是她这么年轻要去面对这么多的关系的时候, 她有点自己扛不住了, 但是她又不知道如何向周围的人求救, 而你单方面只关心了自己。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而言, 我觉得女孩子你可能不知道如何去冲破这样的一种关系复杂带来的各种矛盾, 最后你就把它等同为她对你不好了。 其实不是, 但是在我看来的话呢, 就是年龄差本身就存在着彼此的要一个互通。 然后同时的话呢, 又是在孕后的一个特定的这个时间和关系当中, 然后叠加了更多的家庭婚姻的关系。 所以矛盾太多, 如果谁没有主动的话, 也没有谁妥协的话, 最后你会发现所有的矛盾全部都僵持。 所以现在的这个状态, 我觉得是能不能够找到真正的问题, 并且彼此妥协的去解决问题。 然后有了突破, 你们的感情才能够改变。 要不然的话, 你可能就会发现, 就是你束手无策, 而它游刃有余。 在你们的这种不对等的关系当中, 年龄并没有带来你所说的那种依靠, 而你没有真正的成长为一个母亲, 以及对家庭拥有一个更好的导向的这样一个方式。 好,谢谢张老师。 来,严老师。 如果你真的是孝顺, 希望能够祖孙三代在一起, 无论你经济条件是什么样, 跟我媳妇说好了, 我妈不容易, 她养我小, 我养她老。 或者你说, 我妈妈或者我们这个家庭适合彼此独立的生活, 那我现在咬着牙, 我自己省吃俭用, 勒紧裤腰带, 一个人掰成两半, 我也得给我媳妇解决, 照顾家, 请一个人帮忙的这个事情。 差这几个月的钱吗? 你差呀。 差的原因是你只想自己呀。 所以我觉得你媳妇特别知道怎么收拾你, 就得让你天天洗脚。 你比她大11岁, 你经历过这么多, 无论是婚姻的成败, 事业的跌宕起伏, 你经历过了。 既然你选择再组家庭, 是希望过好日子的, 你为什么不再努力精进一些呢? 我相信你的妈妈真的是寒心如苦, 最朴实的母亲。 我也相信她可能身上确实多少有一点点味道。 做饭没有油烟味吗? 但孩子呢, 孩子尿不没味吗? 所以这话说你说的难听了一点, 我是希望你能够扛起这个家, 扛起做儿子的孝顺, 扛起做老公的责任, 扛起做父亲的能力。 你没得选你自己的路, 借钱不商量, 把妈弄来不顾后果。 我拜托你长进一点, 否则这段婚姻你以为就不会失败吗? 女生我说她, 你听着稍微舒服一点啊。 但是我也得说你, 你生孩子的年龄跟我生孩子的年龄同岁。 我看你在那儿, 你扶了腰好几次, 腰不舒服对吧? 对。 我到现在生完孩子12年, 我腰依然不舒服。 你牙不舒服是吧? 我到现在依然每天早晨刷牙, 牙齐出血。 怎么办呢? 孩子是自己生的呀。 你身体就是因为生产出现了一些变化, 怎么办呢? 孩子是我们自己孕育的, 自己生产的, 自己希望他能够在自己的呵护下长大的。 腰疼自己去想办法康复, 他顶多给你揉两下, 还给你揉坏了。 只能靠自己。 牙不好, 自己学会用温水漱口啊, 用专业的牙刷啊, 去看看医生制一下啊。 这些事情你是甩不掉的。 有些生活中的风雨或者难处, 我们可以和家人和丈夫和父母共同去承担。 有些事情我们必须自己承受。 因为甩不掉。 你说半夜女儿哭了闹了, 你踹她。 那这男人要是在外地上班呢, 你踹谁去啊? 你已经很幸福了。 不是所有的爹半夜都起来给你弄孩子的啊。 所以我们心存感恩, 学会自处自恰。 你才能觉得, 哎,生活好像有困难, 我也能迎人而解。 你现在状态没有那么多钱, 去请一个保姆。 用婆婆已经很幸福了, 我估计你的婆婆从来不敢挑你的刺吧。 你都好意思说婆婆身上有味。 这换成别的婆婆, 早就那个尿片甩你身上走了。 我这么辛苦给你洗衣做饭, 厨房油烟尿片熏着, 你还嫌我有味, 有味你自己干呀。 所以咱学会接受, 学会感恩。 就这样吧, 谢谢。 谢谢袁老师。 上大老师。 我就有轻度的产后抑郁。 但是我也没你这么事。 第一件事, 安监控这个问题。 我的孩子是阿姨在带。 我连对我们家阿姨我都不好意思说, 我来安个监控, 你只能在这个范围活动, 不许出这个范围。 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尊重。 你对一个陌生人都应该有的尊重。 而你对你的婆婆却没有。 而且你更过分。 你居然能忍得下去。 你妈妈得多伤心啊。 那是我亲孙女, 我能把她怎么着。 你们还要监视着我来给你们带孩子。 不知道感恩就算了, 还要监视我。 你不要拿产后抑郁说事。 不要拿这个时候心情不好说事。 没错, 是, 有很多人产后抑郁非常严重。 但是你再抑郁, 做人基本的道德是应该有的。 婆婆辛辛苦苦为你们带孩子。 一句感谢的话不说。 你做的每一件事, 都一定会扎在婆婆的心上。 而你的婆婆对你只字未提。 你之所以能够这么作, 这么闹, 对你婆婆不尊重。 就是因为你觉得你不平衡, 因为你下嫁了。 我小你十一岁, 你有过一段婚姻, 我是大姑娘嫁给你, 我又给你生了一个孩子, 你就应该对我好。 但是姑娘, 我告诉你, 无论是下嫁还是高攀, 在你决定跟这个人结婚, 共赴前程的时候, 你们两个人就从此平等了。 如果你一直抱着我下嫁的这颗心, 跟她过日子, 你永远得不到你内心的平衡。 所以, 我劝你, 自己好好品品自己的人生, 你到底想要什么。 我不知道我的话说得重不重。 我不知道你现在的情绪, 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如果咱有病, 就去看病。 如果没有病, 就别作了。 谢谢。 谢谢莎莎老师。 来,曲总。 你的孩子很可爱, 因为我刚才看到了。 我在化妆间里头, 我进去去找衣服, 然后呢, 我就看到一个非常慈祥的一个老太太, 在摆弄一个小宝宝。 小宝宝冲着镜子, 一直在笑, 这个老太太一直在逗她笑。 所以你看看你们俩, 你们俩就吵个架, 老太太都得帮你们料理后事。 如果没有这个老太太, 你们估计都没法正常的生活。 所以我希望你们两个呀, 真是, 都应该跟老太太说一句对不起。 你太不成熟了。 你根本就没有从上一段那种感情当中, 得到教训。 你不知道怎么去爱一个人。 你最大的问题, 就是没有分寸感。 你看啊, 第一, 对外朋友。 你不知道怎么去交真正的朋友, 怎么去帮助朋友。 你把自己家里他买房的钱, 全给了这个朋友。 这是社交的应有的尺度吗? 你处理婆媳关系处理的是一塌糊涂。 你居然能够允许自己的爱人, 在家里监控自己的老妈工作上, 你去帮他去做。 你这么是在帮他吗? 明明是在害他。 我不知道你这么去能爱一个女人的话, 你上一段婚姻怎么失败。 你不用解释, 但你一定是没有从中吸取经验。 你这么做, 使得他也不懂分寸。 他比你小11岁, 他希望找一个能够靠得住的, 并且始终把自己捧在手心上的男人。 你开始是这么做的。 但是呢, 你做的又不地道。 你有抱怨吗? 你站在这里趾高气昂的, 说我做到了这些, 你还怎么怎么样。 所以所有人觉得问题都出在他身上。 实则呢, 根源在你这儿。 明白吗? 这个女生是被你宠坏了。 宠跟爱的区别在于, 爱这个人会让她越来越独立, 越来越阳光, 自己感觉到自己的人生得到最大化的一个价值体现。 而宠呢, 只能越来越让她贪得无厌, 为所欲为, 觉得你必须逆来顺受, 以我为中心。 所以说你这不是在害一个女人啊? 对不对? 所以说你这种爱是绝对不对的。 希望你成熟起, 希望你能够, 甭管是做事还是做人, 都要有分寸, 好不好? 是这样。 好,谢谢曲总。 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女性, 你不代表你一个, 你代表了现实社会当中的一批女性。 就这批女性没有做到真正的心理意义上的男女平等, 又要求平等, 又要男人的尊宠。 所以这日子过得特别别扭。 老师们都说你年轻, 我一想二十七岁可不年轻了。 有一些人输出了太多的毒害我们年轻女性的一些内容。 这个其实挺遭恨的。 描绘了一幅什么场景? 我是女人, 所以我天生就应该得到尊宠。 我是女人啊, 我生一个孩子, 你们男人生不了, 我得多苦啊! 你们这帮男人, 我生孩子, 你们还不对我好, 我怎么着? 这个孩子这个生命体, 是不是你自己的呢? 是不是你生命延续了一部分? 凡此种种, 你看,难受吧? 我的老公, 什么叫对我好的老公? 百依百顺啊! 这才叫对我好的老公啊! 你是信了这个了吧? 生活里没有那么多应该应份的。 所有能帮你的人, 跟你有缘, 坐在一起的人, 聊天的人, 夫妻, 其实都是情分啊! 哪有什么应当应份啊! 真实的人际交往, 是有争吵有欢笑, 但是有一个前提, 我们彼此尊重, 不触及对方的底线, 这不就夫妻吗? 能互相体谅吗? 能发自内心的想别人所想吗? 你们夫妻俩考虑考虑, 一起进入真情乐世界。 其实我一直都对你挺好的, 我对你的心也没变, 我就是希望你能多理解我一点, 多鼓励我一点, 多支持我一点, 少点埋怨, 少点纠缠。 你说咱们有一个完整的家, 还有孩子, 你日子肯定会越来越好啊! 之前可能我做得不好, 以后我会补偿你。 刚刚, 我觉得老师们说的都挺对的, 但是吧, 至于我跟你的感情, 我还是想考虑一下。 你不用想了, 你就好好的, 我也好好的, 肯定会越来越好。 谢谢两位啊, 请回吧, 谢谢你。 请关门,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好, 来看她们夫妻自己的选择吧, 请开门。 来来来,往这儿这儿。 你母亲来了, 对, 我妈来了。 我觉得你们夫妻俩得谢谢, 谢谢老母亲。 老母亲如果不方便上台没关系, 就谢谢老母亲, 来。 妈, 谢谢你, 谢谢你为这个家的付出, 也谢谢你, 就养了个这么好的儿子, 特别感谢你。 以后我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 我会去改, 特别感谢。 好, 行, 那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就给夫妻俩一点时间。 你们这个好好的浪漫一下吧,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留给这对夫妻, 来。 谢谢两位啊。 祝你们幸福啊两位, 谢谢, 请回。 希望今天在这个现场, 四位老师给他们做的分析, 能够陪伴他们的生活一段时间, 让他们用这样的方式, 更了解彼此, 了解婚姻和生活的本质。 嗯。 嗯。 嗯。